喂喂喂 大家又來看看一個名找人笨 以及甘願被人找笨的故事 話說美國近日宣布向台灣提供價值3.45億美元的軍援 報導引述華府官員說 包括便攜式防空系統、槍枝和導彈 有消息說還可能包括非武裝的MQ-9A死神無人機 但是慢著 首先因為有報導說 無人機由於美方正在研究 要先移除一些只有美軍才可以配備和使用的先進設備 所以可以很肯定地說 就算台灣可以收到MQ-9A死神無人機 隨時都是已經被閹割的次貨 有報導還說 美方內部正在討論由誰給無人機的改造費用 不用問到最後付錢的又是台灣 蛤? 那麼你隨時由接受軍援 變成付錢買武器? 另外今次得到美方軍援 民進黨就說到好像拿到天大著數 但實情是有美方官員曾經說過 2010年至今 美國對台軍售已經超過370億美元 現在美國施捨3.45億美元給你 即是你給的錢1%都不夠 書間廠的粒糖就是這些 放明台灣是做水魚 麻煩民進黨醒一下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睡醒了嗎? 年輕人 OK 不要再談 �